天才會中 玩腳趾跳 很拉傻 幫你啦 朋友 天才 哈囉 歡迎收看小明星 今天來這裡的小明星 今天來南蘇 南蘇的哪裡呢 南蘇的這個叫做虎頭坡的位置 前面那邊是野友部落 饅頭山 然後我們這樣沿著這個海岸公路 一直騎過來 你會看到這一個沙石場的位置 基本上你看到沙石場前 你就會看到這個虎頭坡的位置 其實虎頭坡跟大部分 南蘇的釣場都還蠻像的 基本上你停好車步行下來 大致上通常都會在5分鐘左右 你就可以直接走到你要的釣點 不管你要釣雞釣 要釣路牙 要釣什麼樣的釣法 其實這邊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虎頭坡這一邊 我們可以釣到一些什麼樣的魚種呢 各位樹林們就麻煩一下 幫忙一下 讓我們今天好好的在這邊釣到大魚 這是孝心給大家的 請保佑 請保佑 我就放在旁邊 然後供各位享用喔 請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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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淨真是魚 請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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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號棒線也蠻粗的耶 粗喔 沒有 沒有 空到什麼小喔 什麼 海龜 有種那麼重 卡口 你認真 真的很重啊 我以為掉在地國會抖 不會抖 我覺得 要東西應該是卡口吧 還是垃圾 卡口也不太會抖 今年 抖了 該抖一下 還有東西 小石斑老 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魚 龍沾 哎呀 掛到前面 你小魚喔 不喜歡走這裡就這樣 你掛在哪裡啊 前面那個塗膠 什麼東西啊 不知道什麼魚 看沒有清楚 很像龍沾的顏色 哇 今天加菜啊 還是剝皮 這裡喔 剝皮會抖啊 剝皮 剝皮 沙皮耶 靠別為什麼這個東西會正吃啊 對啊 怎麼正吃 不錯 開虎了 只是 不是 不開心 我覺得應該是霸到 可能想要吃這個啦 懶蟲 沒有勾到 有可能 有可能 我第一次掉這種顏色的 它的觸感好 好粗 好有意喔 吃鐵板 吃鐵板 是不是壞掉了 蛤 不是粗皮 不是剝皮耶 開心一點好不好 沒有開心 本片有過後山丘 周邊貼紙 抽獎活動 分享、訂閱、按讚、留言 即可參加 你看這個人齁 剛好有人放假的時 都沒有站好齁 這個現在手 要包這樣 尤其是你拿重克數的鐵板 沒有很重啦 對啊,80克而已 你基本上 你只要手不小心打到 哦 會老會老底喔齁 我之前有遇過 浪回來的時候彈上來 然後用手去打 然後就打進去 然後像之前也有那個船吊 船吊不是很多人就會講說 前導線最少拉個兩、三巡以上 然後你在抽的時候 你如果抽到那個FG級的位置 至少會 啪一下 你會有感覺 我都是拉到三巡 到四巡 我就是很怕彈起來啊 那時候就看了一個 直接打在臉上 然後是三叉勾 倒勾打進去 還好是他們只出港了一下下 開回去 然後把那個人放下之後 然後船再開出來 然後就這樣浪費了一個小時 所以哦 算雞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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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啊 你若是讀到了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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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基本的一個處理方式啊 你就是要電灰寶 用電灰寶 把你的傷口滴滴滴起來 釣魚都要自備電灰寶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去買 之前小餅有用過的那種 一兩用快感 小小的一隻而已 你可以隨時帶在身上 如果真的真的不小心 別人受傷的話 你可以去點它 自己受傷的話 用電灰寶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用電灰寶的話 不會痛 可是如果你用那個 一兩用快感 碰下去 是喔 撈膜撈不碰喔 誰叫喔 碰下去 你就看到你 天國的阿公跟你 揮揮手 或者是說 你有時候拋頭的時候 你的手套忘了戴 你也可以用電灰寶 來戴替一下下 對啊 但是當然不是很好用啦 可是至少 比你直接用手指去扣的時候 然後弄到你的手破皮 來得好一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不要像這個阿 人家阿桑阿 你 要注意哈 他沒有裝喇叭嗎 他叫什麼 不回我 請問一下 飛機裝喇叭要給誰 聽你跟我講 解開了 斷了 有看到嗎 啊 在這裡也是會掉的喔 不是說蘭嶼不能玩鐵板啦 只是說蘭嶼這邊的地形 是真的比較容易掛底 因為它這邊的這些珊瑚礁棚 上上下下的啊 像海底山脈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在那邊玩鐵板的話 你要有心理準備 可能會掛非常多的耳 不然就是 用數秒的方式 去算一下這個掉點 然後周遭可能大概都是幾秒的時間 你會比較好去控制鐵板的湧城 不然就會像 我們這兩位 不停的掛底喔 我不知道咱們的均哥消耗得怎樣啦 小秉自己光這個月消耗下來 應該就 三四十塊鐵板應該跑不掉了吧 先跟你說喔 蘭嶼這邊很強調的 你自己要注意 靠杯 不能開槓了 哇 還好小擦傷 還好後面這邊是一個小平台 就是往下疊 手去壓到這些礁石 沒有站好就會有這個狀況 後面這裡已經是懸崖了 不管你是來蘭嶼還是說去任何的地方 釣魚要注意一下安全 萬用電話簿 OK棒 就是這樣子來的喔 你還沒加入怪獸三丘的LINE社群獎幹主嗎 即可申請加入 讓你釣魚幹話聊不完 別忘了名稱設定加上地區 否則無法核准申請喔 釣魚喔 拜託一下喔 笨捨不要亂丹 你製造的垃圾 自己帶回家 可以的話帶走更多的垃圾 我們是屬於那種愛作秀的啦 如果說有人又要上靠杯釣魚人 靠杯我的話那就靠杯吧 再乾淨的釣場釣魚 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舒服的事情 我相信應該不會有人喜歡 站在垃圾堆 然後坐在垃圾上面 然後在那邊釣魚吧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撿垃圾 我們來看一下喔 釣釣魚啊 到底有什麼本色 飲料 特上紅茶齁 來釣魚 要買飲料齁 南米露齁 我真的覺得 台灣米露真的超級超級多的 可能是它應該很便宜吧 你在釣場喜歡喝啤酒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為太熱了 我會覺得說 在這種椒圓場而且還這麼高 你在衛冰店這樣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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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喝個一兩瓶我覺得無傷大雅 可是如果說你已經喝到方了 是有點危險喔 黑松砂市也是一個小時候的回憶 如果你黑松砂市加鹽啊 會蠻消暑的 可是記得垃圾還是要帶回去 喔這歪要抽喔 應該是放老耶 虎頭坡啊還蠻常有人在這邊玩放流的 再麻煩一下如果你沒有用完的 把它帶走喔 不要讓這些垃圾一直留在這裡 當地的朋友就會講說 每次都來撿撿了好幾次 永遠都一樣 不可能講說這邊都是外來客所產生的垃圾 說實在的啦 這邊不管是外來客本地客 很多人都會來這邊釣 那我也相信絕對不會只有外來客遺留 也不會只有本地客遺留 那個不叫釣客 那個叫垃圾 就是會移動會亂丟垃圾的垃圾 因為這邊真的基釣客非常的多 所以基釣的釣組就特別的多 你看這些都是算基釣的啊 尤其我真的覺得鉤子的東西真的也蠻危險 你看像剛剛小餅不是跌倒嗎 如果小餅剛剛好跌倒的時候 下面是那一堆鉤子 那刺進去 哇可能要去打破髒風啊 釣具的袋子都沒有移動的狀態 我們就已經在這邊撿了快一袋垃圾了 你看這麼多都是釣線 噴頭不要亂摘 煙頭它其實不是天然的喔 其實是化學的 你自己拿LIDAR去燒燒看你就知道了 如果是天然的它會燒起來嘛 如果你LIDAR燒下去的時候它就會Q掉 它其實都是化學尼龍的東西 我相信嘛 大家抽菸了都不會抽到底 為什麼 因為你抽到底的時候 它那個尼龍那些味道 那有毒物質會散發出來 那你自己都已經知道那個就是有毒的 那為什麼你要把它丟到海裡面去 其他的阿伯一定是 怕太適合都不敢拿出來 你這樣腳很容易怕的 掛到山丘每周四晚間9點準時直播 來跟我們聊聊天吧 喔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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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哈哈 不要啦 不要啦我看不到 它在腳邊咬的 它在腳邊咬的 一定是輕奇 不是不是輕奇 輕奇不會那麼弱好不好 十般累了啦 這個時候竟然有氣息 竟然有染色低調呢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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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定要的阿 沒有沒有沒有這回事喔 我的來源老朋友終於回來了 我今天終於有東西可以拍了 哈哈 你們東北季風起風最大 我覺得應該是龍頭跟洞口對吧 洞口怎麼比較大 Ю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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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聊天才會種魚 炸旋邊邊 應該還是一樣吧 是嗎 對一樣的 欸看這都很肥耶 有沒有要聊天才會種魚 唉呦 玩小組就好了 玩什麼大組 大組都沒有魚啦 玩小組就好了 来 诶 都在边边啦 靠边 磨到线 好 掉了 诶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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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呱呱 呱呱 诶 蓝骑身 诶 水 上来才掉 呼呼 好啊 他把那个勾子咬掉了 嘴巴里面是勾子啊 对对 太近了 竟然咬得亂 你看 它前面那个细尺就已经磨得差不多了 很可爱啊 有题材了 哎呀 终于有题材了 还附送你一只钩子哦 你吃的时候要小心哦 我现在已经对大只的没有信心了 我们还是骗骗小朋友就好了 而且都咬脚边而已 我相信这个是咬脚边 几乎都咬前面那里而已啊 左边那个凸夹那里啊 哎呦 又来 诶 都不连 诶 掉了 哪来的绳子啊 哦 地上前的 我不来要用抹子线 我发现我看不到 好 靠北 我在这边穿那么久了 都还没穿我之前 我看不到 哈哈 激掉啦 爽爽 假的啦 你看 这都假的啦 哈哈 自己撂了爽爽啦 哪都不讲的啦 不揪的啦 哪里人啦 有啦 你的三只在这里 小饼小饼小鱼 好啦 今天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还喜欢怪兽三丘的话 欢迎帮我订阅 按赞分享留言 而且怪兽三丘开启会员哦 如果你有兴趣加入怪兽三丘的话 每个月你只要花75块 而且你可以得到怪兽三丘的会员徽章 而且还可以使用怪兽三丘会员专属的表情呼号 并且获得怪兽三丘的周边商品 如果你还喜欢怪兽三丘的话 也愿意支持我们的话 欢迎加入怪兽三丘的会员大家庭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